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HYS 2020年的 Form 5 Revision Crease MC的第17條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現在在這個模型裏面 這個Solid consist 就是組成 由什麼組成的 就是Ricer-Clock Cone 即是一個直立的圓錐體 還有一個Henol 3R 即是一個半圓 with a Common Base 即是Common Base在哪裏呢 我當作是一個中心 是一個半圓的中心 之後半球體的中心在這裏 我拉過來 這個就是 Common Base的Ratis 它有提及過Base Ratis 還有一個Height of Circular Cone 這個Height就是Bingo 即是理論上就是這個位置 大約就是這樣畫上去 是不是 我都畫真一點給你看 這個位置當然是90度 是不是 他們分別就是多長呢 就會是3cm 題目說的 另外上面這個Height就是4cm 我記錄在這裡 它叫你找什麼呢 現在就叫你Find the Total Surface Area of Solid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能夠摸到的表面 那個面積的Surface Area 你都要拿的 OK 首當其衝 如果你讓我做 我自己也就首先會想找找這個 叫做L 即是這條斜鈴 Snipe OK 那我就怎樣找它 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 所以根據這個的不時定理 你會不難發現斜邊的二次 即是L的二次 就等於另外兩條邊分別就是3的二次 以及4的二次 它是這兩條邊相加 那原因當然給予人家 就是Particulous 就Fear OK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L二次照寫 左邊是3二次即是9 再加4二次即是16 即是25 二次調到旁邊正負開方筋 所以都不難看到 L是等於5 我說L會等於-5 那你不可能是-5 所以就是rejected 中文就叫寫去 那為什麼不可能-5 你想想這個L的長度是-5 或者是什麼意思 縮入去-5 是不是 縮入去5cm 沒有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也更新它了 這個就是5cm OK 好了 而試一上 我們現在這次 叫我們找的是Total Surface Area 那個Total Surface Area of那個的Solid 怎樣計算呢 如果你讓我計算的話 我會分開兩部份去計算 第一個就是計算上面這個 Ride circular cone 直立完追體 它那個的表面面積先 即那個曲面面積 摸到的地方 不包括底下這個 OK 然後再計算這個半球體 它這個摸到的底下那個表面面積 OK 記住有一半 就是半球體 在這裏 我也想提一提你 因為我想 大家的公式都不太記得 提一提你 好嗎 在我的LOOKS Chapter 12 那裏 其實曾經都有提及過 提及過什麼呢 其實在這裏 我截錄它出來 首先 如果我們要計算Ride circular cone的曲面面積 Curved surface area 即是說 不計算黃色的底 只是摸到的側邊 就像紙杯側邊的 Area 就叫做Curved surface area 調色就是PiRL 曲面面積 中文叫做 如果 等一會我們還要計算球體的表面面積 Total surface area 總邊面面積就是粉紅色部份 就是4PiR2次 就是這個 OK 好了 以 highlight好一點 中文看中文 英文看英文 自己看 而事實上 我們應用了 OK 我放在旁邊 方便你看 好嗎 我不拿走它 不過你自己要溫書 Chapter 12 那裏 我的LOOKS有這些公式 OK 所以首先我們要計 為何要計算L 原因就是 為何要PiRL的L 我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要計算上面的 曲面面積 Curved surface area 就會是PiR R當然就是3 而L剛才也說過 就是5 是不是 好了 解決了上面的 surface area 只差在下面 下面這個是一個半球體 所以你給我 我一定先乘2分之1 因為我怕為何不記得除2 乘2分之1就是除2 然後計算一下球體的 Surface area 剛才也說過 白紅色部份 就是4PiR2 所以 2分之1 乘2 4PiR2 不應該寫R 是不是 因為R是3 所以 真是粗枝大業 差點出事 4Pi 稍後讓它乾了 R就是3的2次 3的2次 3的2次 好嗎 那麼 21如2 2如4 所以換句話來講 即是現在 3的2次 3的2次 所以18Pi 最後終極答案 將15Pi加18Pi 即是 33Pi 當然還給單位人 Cm² 有沒有這個答案呢 有 整個答案就是D OK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快點回去溫屬公式 這裡留給你看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